大家好,我是芷新,歡迎收聽安播足球快訊 星期三深夜,挪威超級足球聯賽有好戲上演 到時會由波杜基林特主場迎戰史卓加斯特 波杜基林特自營2019年以來各項賽事 對著史卓加斯特全部大獲全勝 並且期間單場只需入到兩個球 可以見到他們是後者的黑星之一 他們的整體實力也明顯在史卓加斯特之上 兩隊相比之下,這場球你已經看好 坐擁主場優勢的波杜基林特延續勝職 波杜基林特近年的表現可說是清雲直上 在2018年賽季還處於聯賽中下游的他們 在前季直接飆升到挪威超級足球聯賽的第二位 上個賽季更加以領先19分的積分成功奪得聯賽冠軍 作為一支冠軍之師,波杜基林特今季同樣是強勢 七輪過後,現在球隊有五勝一和一負的成績 暫時16分獨佔積分榜的奧頭 衛免的意圖已經人盡皆知 今次賽季波杜基林特的攻防演出依然出色 球隊賽季到現在為止 也能夠平均每場入1.86個入球 除了期間的一場輸球之外 其餘的六輪比賽單場至少入到兩個球 而他們有這樣的火力 當中寶希武和蘇瓦利也功不可沒 由他們領銜的進攻線上高無不破,極具威脅 除此之外,他們的防守也不枉多樣 長均0.57個失球球也是為聯賽的前列 現時在聯賽超過半數的場次也能夠零封對手 綜合我們所說 今次攻防兼備的波禄基林特贏球 相信是沒有難度 另一邊廂史卓加斯特自2017年賽季後 球隊的成績也一落千獎 只有連續三季,不是處於鋼斑邊緣 就是在聯賽的下游位置 今季到目前為止也沒有看到他們有起勢的跡象 雖然球隊在開季也贏球而會 但鍵木戰的對手里尼斯特朗是今季的星班馬 這場的贏球含金量也難以捉綁 上一場贏球也不能掩飾他們之前三輪 一和兩負的成績 而且需要留意的是史卓加斯特 今季到現在為止兩場作客也是輸球 其間的得失球比是0比4 可以見到史卓加斯特其實也不善於作客 以至上述的波魯基林特主場的攻勢也相當猛烈 主場平均每場入2.25個入球 整體實力根本不及前者的史卓加斯特 這場球也難有作為 多謝你的收聽 我們是安博足球快訊 記得讚和分享影片到Facebook和其他社交媒體 拜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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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cadre 土 二 對 록